排水回堵宛如是喷水池 台中西屯区的福克路 这每到台风天或者是强降雨发生的时候 常常因为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排水导致会回堵 严重的时候更是曾经喷到了有两层楼高 那么遇到好大雨就会淹水 地方是好困扰 在明代争取下呢 获得了中央地方共编列2000万 预计明年改善 我红色的地方就是我讲的 既有下水道要改建的位置 水利局说明工程简报 李明聚集专注聆听 扰民已久的福克路安和路淹水问题 终于迎来改善曙光 这条福克路是一个坡道形 在山上大渡山出土地鱼 落到那些水和安和路有些相变 所以水都来到鲜血不燎 副里面上提早搭起来 有的副里面上 这个人就已经副台边了 两种泊水 那么我们跟张钦河里长 那也会同市政府水利局会看过很多次 所以发现这个地方应该要重建 福克路的雨水下水道 才有办法来解决这个地方淹水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拜托了何欣纯立委 为了解决地方难题 立委和新纯邀内政部及水利局等相关单位 进行工程说明会 因福克路下水道雨水管寒逆坡 且地势高差大 坡度抖 强降雨时下水道排水容易回度 时常有冒孔现象 下方安和路也经常有淹水风险 在明代积极争取下 获中央补助1400万 地方编列600万 改善总长101公尺 我们期待整个工程预算大概2000万 中央希望能够在农历年前核定之后 农历年后可以马上来动工 下水道工程是属于我们国土管理署的工程之一 中央由内政部来主管 我们国土管理署负责相关的规划 会跟地方政府一起合作 因应极端气候的变化 改善下水道工程也很重要 水利局表示预计在明年4月动工 工期月半年 将规划替代道路 确保民众通行